毛泽东的工资级别是三级,那一级二级工资给了谁? 在战争年代,实行的是供给制,是对干部实行免费供给、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,供给制在建国初期也一直沿用,直到,才开始决定将这一制度取消。 借鉴苏联和朝鲜的做法,准备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,对于新金制,大家也都很熟悉,是什么方案,让毛主席对此很不满。 原来当时讲行政级别,划为24个级别,从1到24对音乐工资590元到45元不等,45元工资,对于当时的人来说,养活一家五口人是可以的,加上以当时北京物价津贴,最高级别的干部可以拿到650元左右。 等这个方案拿给某主席看后,某主席皱着眉头,一副很不满的样子,对工作人员说,这方案两级差距过大,不利于缓解,要做小两级差距。 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,毛主席就曾提到这件事,诙谐地说,这方案是把我架在火上烤,一级干部就我一个,你们全都是二级,三级,这显得我毛泽东很不仗义,我个人认为,这一级还是给马克思他们,二级给列宁,我就和大家一样,享受三级待遇就行了。 毛主席通过幽默的语气,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展现出来,会场里响起经久的笑声和掌声。 毛主席对接受最高级别的工资待遇,一直是持有拒绝态度,在毛主席的一概坚持下,同意每月只拿400元左右。 1955年7月,正式实行薪金制度后,毛主席的工资是404.8元,这个数字自确定之后,便在未改动过。